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 因為沒有工作 所以覺得沒有錢 所以我是為了 因為女孩子還是喜歡 就是一直穿不通的衣服 我是學自己蓋衣服的 蓋衣服加試用包 對 就是我的方式是 就是蓋衣服然後加試用包 所以我包養我花就是零 我花的是零 對 然後就是蓋衣服怎麼改 就是我比如說我穿洋裝 我穿一穿覺得今天就是穿膩了 那我就改成上衣 然後褲子就是穿褲 我穿一穿我就是變成斷褲 這是我以前穿的褲子 就是穿褲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會變成斷褲 我也是買衣服的時候 我會盡量就是找那一種 就是東西是非常好的 像是命牌 可是我登到有這口 然後再有AX的這口 我才會買東西 就比如說我買三 我要就是本來就跳到三百塊 美金的褲子 到之後我買五十塊的 我等到他到五十塊我才會買 打折如果 對 反正都是名牌 反正都是好的 所以可以穿很久 我會穿一條褲子 可能兩三年沒問題的 然後包樣也是這樣子 包樣化妝 我都是會拿就是實用包 因為我會 我就是買東西 我一定會加入回緣 或者說我會就是取廣解 然後就是人就是會跟我就是 就是他們會發室用包 我一定會拿 很多人會這樣子 室用包都會拿 然後同樣的就擠成一罐這樣 就可以用啊 把它撐在一起 而且室用包旅行的時候 帶也很好用 真的 對啊 就是像我這邊我也有帶 就是 我不只是保養品 我也有化妝品 就像我也有小小的口紅 然後我也有小小的放晒 其實我什麼都有 然後如果就是 就是還沒有拿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可能拿不到 我也會有另外一個績 有績笑 我就是會 比如說有很重要的活動 我會 就是 可以拋去白貨公司 去試妝 拋試妝 然後他也幫我花得比較好看 可是這樣子長久以來 他不是就知道你就是 沒有 可是台灣有很多白貨公司 喔 很多 他又來現在放出去之後 台灣很多白貨公司 就一次看到了 而且他們是有一個群組啦 只要把你的照片一PO上去 全台灣的白貨公司 都知道了 對 因為現在有些貴姐其實很驚耶 他都知道說你可能 是故意 要去活動之前來試妝的 他不會讓你 就是一定要買個什麼東西 才讓你走嗎 有的時候會 因為有一次我一次 就是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開會 然後我朋友帶我去化妝 然後那時候 因為真的就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買東西 我只有從他買一個就是 化妝水 然後這個小姐 他一直就是 就是讓我買 買買 我就說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買這些化妝品 我只能買就是爆樣品 因為我真的要買 然後他就是真的不讓 真的一直不讓我走 那個鬼姐不懂 因為我只先做爆樣品公司 然後我們就很多這種客人 對啊 就是 你們學會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會幫他們做一半 喔 買的話才幫發在一半 你怎麼沒有買 好壞喔 欸 你現在都不懂耶 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真的為了省錢 他家樓下就有個康世美 所以他每一天就是洗完澡 會下去一趟 然後早上收完牙 也會下去一趟 擦保養品 蛤 真的啦 然後擦到那個店員 就認出他來 就說不好意思 某某小姐 你可以不要再來了嗎 因為他都沒買嘛 對啊 其實我在台灣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 沒有 就不能買到什麼好的衣服 因為台灣就一直都是沒有我的 我的尺寸嘛 因為如果 如果我要買一些就是 比較適合我的一定就是 國外的一些牌子嘛 可是那些衣服就很貴 所以如果我要買便宜的衣服 在台灣只有亞洲版的那種 那種型嘛 什麼韓版啦 跟那種 我根本就沒辦法穿嘛 然後又是這種就是比如說 我是 就是因為 比如說要錄節目嘛 或什麼的 我們通常就是需要 一直都換很多衣服 所以這樣子 會一直都是造成我很大的困難 可是我現在就是 我是固定就是 我在台灣不買衣服 然後我是 因為我每一年都會回去瑞典 然後我會去瑞典之後 我就買 因為在瑞典 我們的二手店是超級無敵多的 哦 到處都有 而且我們的那些二手店 是就是 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好的 都 Quality是很好啊 都是一些大牌子啊 但是又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都是工藝的一些價錢 像我現在 像這個啊 這個一個 Diesel的T恤 我買它也是 就是看起來是全新的 我買了兩百塊台幣 Diesel的T恤可以兩百塊台幣 我覺得很好啊 那我現在就是所有的衣服都是 都是就是這樣子買去 瑞典的時候去二手店 然後買 一次買旗就對了 嗯 我不太喜歡 我身上花很多錢 所以我以前在東海大學 讀書的時候 我很想要跑上去台北 呃 面試開花跟試鏡 但是每個 每次要上去的時候 需要不同的衣服 要西裝 呃 白色的黑色的藍色的 鞋子什麼的 所以呃 我沒有錢買 所以我會做什麼 比如說 今天我需要去台北 呃 穿 呃 黑色的西裝 我去百貨公司 買一件 一件西裝 那是因為大部分的地方 都可以兩個 兩個禮拜內 退還 嗯 所以我早上 跑上去台北 我路完 下去台中 退還 哦 還給他們 所以我 不需要就是 花錢買衣服啊 剛剛那個百貨公司的群組 應該加一個 柯子培的照片 哈哈哈 難怪我們每次見面會辦在百貨公司 這些型男都鬼鬼祟祟 剛好是電子的東西 譬如說 Costco 你可以跟他們就是拿電視 然後一個月之後可以還回去 譬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使節杯的時候 他就跟他們買了一個很大的電視 就是電視的 screen 然後使節杯結束之後 就還給他們 你現在可以拿到 其實我們真的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對 但是如果比如說像 真的還在 像柯子培這種 他是在去工作 然後去 要面試 真的沒有錢情況下 去做這件事情 對 而且我們要講的是 因為以前 我覺得大手大腳要買東西 比如買名牌啊 或是買衣服 我以前制妝一個月 就走進一家 韓系的那種 賣洋裝的店 我都可以買到四五萬塊 就可能一個月這樣 然後穿完之後 就可能二手賣掉 或是就沒穿 那我現在呢 就是會請盛世的服裝師 幫我工作的時候幫我借衣服 然後借了之後呢 其他就是跟廠商談贊助 或者是像我的衣服 就現在也是那個贊助 然後可以上架可以賣 就是我跟某品牌合作 合作之後呢 就是屬於我的某些款式 那我就要穿嘛 那他們就會把衣服給我 然後他們也可以買得到 所以就既又是可以 工作又可以省錢 所以我基本上 現在每個月的制妝費 就很無聊 可能一兩千塊 買個什麼白T恤 因為我最愛穿就是 白T恤跟丟在庫 對 就是你們被拍到那一套 對 我有給自己花 還有白色的帽子 你有挖頭給自己挑 對 我 因為我的衣櫃 都是這樣的衣服啊 是 所以好熱 不知道為什麼 那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要省錢呢 嘿嘿嘿 住的我最省 房租可以省很多 我以前在東海兩年 讀書兩年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付錢 零 房東知道這件事嗎 為什麼 因為是 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朋友的爸爸 在東海附近有一個大樓 他們有三十多個房間 租給學生住 然後因為他 他住很遠 所以他每天要開始東海 每天回家 他覺得很麻煩 所以他 所以他跟我說 如果我可以當房東 幫他管理大樓 幫他管大樓 他說我可以搬到辦公室裡 不是要付任何的錢 那你有時間幫他管大樓嗎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我每天早上有三個小時的課而已 三個小時 下午晚上都有十點 所以我就是要幫他 學生要付錢的時候 我要收錢這些東西 很簡單的東西 對 那個幫工是很小 但是是免費的 那他就本意幫他管這個大樓 對 然後不是只有在台中省錢 我很多次要來台北工作的時候以前 然後如果我知道 要在台灣過夜的時候 飯店要至少一千兩百台匹一個晚上 所以我每個月如果要上來 每個禮拜一次要上來的話 一個月要快五千台匹嘛 但是我有一個認識的朋友 他在大樓的宿舍 住在大樓的宿舍 然後他們宿舍裡面 有四個床 那是只有三個人 所以晚上我會偷偷去宿舍 去他房間 然後第四個床上面睡覺 因為其實其他的學生 他們也不在乎寫在那邊 因為時候很常會改變 所以就是晚上去 早上離開 沒有人知道我在那邊 睡一宿啦 然後第二天早上離開 順便再把另外三個人的錢包也帶 沒有 其實住 住學校的時候是真的很三千耶 因為我之前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住學校的宿舍 然後六個月 只要花三千塊 就是六個月的房租就三千塊 因為一年的 就是兩個學期 你要付六千塊 學衣啊 對啊 很便宜 但是問題是 就是房間是很小的 然後四個人住的 譬如說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跟三個台灣朋友 住 而且我們的房間是 有老鼠 我們 我們一次買東西 就是我們放在桌子上 然後改天起來 東西不解了 好 我一開始我覺得 是 到底是被偷吃了還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發現 就是 又一次看到東西還在 但是被咬到 咬到 就是發現真的 房間裡面有老鼠 但是很便宜啊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再見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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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